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农户们用驢车拉的却是新鲜的嫩草 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这些农户怎么种出了这么鲜嫩的四草呢 更让人奇怪的是 这些身穿警服的警官又怎么跟着他们一起干农活呢 这一切的疑问还得从一种羊说起 这种耳朵长 眼圈黑 高鼻梁的羊叫做刀狼羊 是麦盖提特有的一种绵养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贵 这个盐多少钱 这个呢 15万 15万 卖过的是多少钱 最贵的是 100万 价格这块低的也是在几万块钱 高的有几百万的 民间的这个炒作甚至到了1400万 这些叫价及时甚至上千万的羊 都是刀狼羊的种公羊 种公羊是用来配种的 按说贵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别的种公羊 一只最多也就卖个几千到几万元 这刀狼羊的种公羊 为什么那么贵呢 就是外地到卖个天 它饮种饮汽了以后 杂交一袋 可以提高它这个本地羊的这个残受力 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以上 杂交一袋就可以了 刀狼羊卖的贵 是因为它优良的特性 刀狼羊是当地刀狼人培育出的独特品种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它最突出的特性就是长得快 四个月断权体重 单高可以达到四个三公斤到四周 普通的羊就长到一年 长到一年是两年也就是这个体重 别的羊要长一到两年 才能够达到这个体重 刀狼羊只要四个月就长到了 这生长速度比人家快了三到六倍 不光长得快 刀狼羊产肉率也高 同样是一百斤的羊 刀狼羊要比别的羊多产肉八到十斤 高出这个高出八到十个百分钟 正因为刀狼羊有这些优点 所以不光总工羊卖的贵 就是普通的商品羊 卖价也要比别的羊高 市场销售价格比突动羊一般高出在两到三倍 这么值钱的羊 按说当地应该会养很多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外盖皮养的羊却不是很多 大多数农户只养了几只 有的甚至连一只都没养 在新疆羊是最受欢迎的 价格也是每年都在上涨 当地为什么不多养呢 原来养的羊少是因为没有吃的 养羊得有草 但是麦盖提没有能够养羊的草 麦盖提位于新疆的西南部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边缘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处在沙漠边缘的麦盖提严重缺水 大部分的土地都沙化了 这样的土地什么都种不了 我也种不了 连生存能力最强的芦苇 因为缺汗人渐多也长不茂盛 为了多养羊 当地乡干部积极引导农户们 用小麦或玉米的结杆来喂养 因为耕地有限 能够种出来的结杆也就不多 一亩地最多有大热 最多好的就打个300公斤 这300公斤产生的草那里200公斤 它自己如果说养一头羊 两头羊都不够它吃 刀狼羊生长速度快 胃口也大 一只羊平均一天 要两三公斤的思考 而养一只羊要一百天才能出栏 没有草 接杆又不够 到了秋天 农户们甚至打树上的叶子来喂养 一到天冷树叶落光 再没东西可喂了 农户们就只能是去买甘草 或者是玉米来喂羊 这么一来养羊的成本就特别高了 一天一只羊 要花多少钱 这么高的成本 农户们是很难养得起的 所以只能是少养 麦太提是传统的农业县 当地人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靠种地和养羊 养羊少 农户们的收入就低 日子过得就相比艰难 守着刀狼羊这么好的羊品种 只能去过苦日子 农户们的这种情况 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新疆警察学院的党委书记 李燕明 只是一个警察学院的书记 为何会关注起农户养羊的问题呢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 给我们一个非常硬的人物 就是扶贫 原来新疆警察学院对口的扶贫点 就在麦盖提县 当初一接到任务 李燕明就带着扶贫团队 到麦盖提走村入户的调研 扶贫点上调研的结果 让李燕明他们非常心痛 人均收入呢 你说达不到一千两千块钱 年收入是达不到的 他们生活非常困难 我看了以后 确实我感觉心里非常难受 痛心的李燕明 当即下决心 一定要帮助扶贫点的农户们 解决贫困问题 但这药水没水 药地没地 怎么才能帮助农户们致富呢 李燕明把目光 放在了刀狼羊身上 李燕明觉得扶贫最好的办法 就是发挥农户的特长 既然他们会养羊 当地又有刀狼羊这么好的品种 那就帮助他们多养羊吧 可是养羊需要草来喂 这草从哪来呢 然而这个曾经困扰过很多人的难题 却难不倒李燕明 我们扶贫扶贫什么 我们就应该把最高科技的 最优先的东西给老百姓 让他们改变他们传统的 落后的那种观念 来解决这个四草问题 李燕明做三十多年的警察 破了无数的大案要案 做事很懂得找规律 他坚信 在科技发展的时代 一定能有办法解决 刀狼羊的四草问题 在他的努力坚持下 最终通过朋友 找到了北京的农业专家 孙以川 孙以川来到麦开提 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环境气候 在实地查看了农户们的庭院状况后 最终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 这个结论让大家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一只羊能卖将近两千元 三十只那就是将近六万元 如果一家真能养上这么多羊 那日子就好过多了 那一家养个十只八只羊 三十五只羊 它富了 它一定富了 这个事 而让大家惊讶的是 孙以川在每个农户家 规划的生产用地 只有区区六平方米 以麦盖提的气候条件 一年只能种一剂农作物 以小麦为例 这六平方米麦草的产量 一年最多也就是个十公斤 而养大一只刀狼羊 需要两三百公斤的四草 这六平方米种的麦草 连一只羊都养不大 还怎么可能养十只呢 当时 李雁明他们对孙以川做的结论 充满了怀疑 我不相信 面对大伙的怀疑 一万五千公斤 这和传统种植的年产十公斤相比 多了一千五百倍 这么听 怎么都有点像是天方夜谭 但在孙以川的手里 这个天方夜谭 却变成了现实 那么孙以川 怎么能让六平方米一年产出一万五千公斤的麦草呢 这其中的奥妙 就在于他做出的五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 是把平面变立体 传统的农业生产 大部分都是平面种植 孙以川的植物工厂 则采用层架式的立体装备 每一组呢 它的层都是六层 一二三四五六 家庭版的植物工厂 每组装备都有六层 这种层架式的装备 把平面生产变成了立体生产 让面积一下子增加了五倍 第二个改变 是把黑夜变成白天 植物的生长需要光 在水分充足的条件下 白天光照充足 温度适合 植物生长的速度会大于夜间 孙以川根据植物的需求 采用人工补光 让植物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 都能以同样的速度生长 因为我们这个二十四五补光 是太阳中啊 一天只能是太阳出来以后 到日落西山 这个时候就光线就没了 是吧 那么我们呢 在光线没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补 这样就形成了 叫它连续生长 第三个改变 是把冬天变春天 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温度 所以大多植物 所以大多植物在冬天都生长缓慢 甚至无法生长 在植物工厂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 工业化生产阶段 它必须解决一年四季的植物生长的 所以有的必须温度 孙艺川在植物工厂内安装了加温设备 让冬天也像春天一样温暖 这样哪怕室外冰雪连天 室内的植物还照样可以高速生长 第四个改变 是把旱季变雨季 植物生长需要水分 在自然界遇到旱季 则生长缓慢甚至停止生长 而植物工厂实时监测植物的需求 只要渴了 随时可以喝水 就是 这样就是它喷头 这叫做 孙艺川做的第五个改变 就是把猪杭聚变成零 在传统种植中 为了满足植物对光照和通风的需求 都会流出一定的猪具和杭聚 但在植物工厂里 植株排列的密密麻麻 彼此之间杭聚几乎为零 植物不留猪杭聚也能够正常生长 原因就在于 孙艺川在植物工厂里面 安装了微风系统 就是给它风 植物生长的就快 所以说就给它了这种微风系 孙艺川的这五个改变 让植物生长有了两方面的变化 一是生长速度变快了 拿鱼米来说 在野外要长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才能够达到的高度 在植物工厂 只要一周就长到了 生长周期在七天 七天一批 就相当一年相当于是52批 而另一方面的变化 是产量增加 高密度的种植 加上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 温 水 气 充足供应 这让植物工厂的产量非常高 盘子的面积只有一亩地的六百分之一大小 一年下来却能够产一亩地的产量 正常情况下 一亩地一年产700公斤左右的四草 而孙宇川设计的家庭版植物工厂 能够安装两组设备 每一组包含左右两个生长区 有12个盘子 两组就是24个盘子 一个盘子差不多是一年是700公斤 700公斤 你乘一组是12个 12个盘子 对 再乘一两组 24嘛 二组乘一400嘛 16800 15000公斤 这是比较实的数字 这么算来 孙宇川所规划的六平方米 一年的确能产15000公斤的四草 只是用植物工厂来养羊 成本如何呢 做事谨慎的李叶明 特意做了组对比实验 用食之羊 做传统的一种饲养味方式 用食之羊做这个鲜活四草 三个月后 试验结果出来了 单就饲养成本来说 喂鲜活四草的要低 用鲜活四草的一只羊 喂养的是一只羊 只花一块钱 传统的饲养中 一只羊一天 要吃一公斤的玉米和青柱等其他配料 两块钱的玉米 一公斤 从小到大 它平均下来一定是一公斤 然后再加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青厨 其他的食料配上 它就是三块钱 到三块五毛钱 而新活四草的饲养中 两块钱一公斤的玉米 经过处理后 在植物工厂里 能够种出十公斤的玉米苗 一公斤苗就只要两脚钱了 那么两毛钱 我们羊只吃两公斤 四毛钱 但是羊光吃两公斤的四草 营养还不够 还必须拌上麸皮豆饼等配料 再加上生产所需要的水和电 平均算下来 植物工厂养一只羊 一天的饲养成本 比传统的养殖 低了两元左右 那么四毛钱 再加一点其他的补充 不到一块钱 而植物工厂的设备 是一次性投入的固定资产 可以使用很多年 用它养的羊越多 成本就越低 试点这个成本要低于老百姓 是传统的羊发成本 而且它的肉质长得很好 那我们就成功了 成本不高 羊也吃得很好 对比试验的结果 让李燕明非常激动 彻底打消了对植物工厂的疑虑 看到了希望的李燕明 当即按照孙宇川的设计方案 帮贫困户们建起了植物工厂 把以往收血式的扶贫 变成放血式的扶贫 你给它收血 它吃完了它又没了 要给它做 要解决它的生产劳动 它的会自己 可以自己来脱贫 更让农户们高兴的是 植物工厂的建立 不仅能让它们可以种草养养 而且在扶贫团队的努力下 还能够把多种出的草 拿出去卖给养场 这样又多了一份收入 也正因为如此 它有了在大冬天 驢车拉仙草的乡村风景县 植物工厂的建立 不仅让农户能够养羊 有了稳定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改变了 它们的生活方式 农业生产的工厂化 把田间变成了车间 让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艰辛耕种 变成了干净又整洁的工作 这些改变归功于科技 更是归功于像李燕明 孙以川这样 致力于帮助农民 并带给他们美好生活的人 好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